大家好,我是何一 上期说到第一半据点发生了火灾 蓝帆女偷走钥匙卡还打晕库贝 他挖出对奖金进行联络 另一边的光头男也收到通知 还计算好每个班级的点数差距 库贝一醒来就发现路格在他身旁 路格劝他要弃权 但库贝不想再连累第一半被扣分 否则就无法升上A班得到哥哥的认可 还自责如果有和同伴轮流 钥匙卡就不会弄丢 但他就是没那样的朋友 才会导致现在的局面 库贝还想试图补救一切 路格劝他意识到同伴的重要性 说他没本事一人扭转局面 还说会帮忙他 库贝的身体终于到极限昏碎过去 路格带他到班主任那里接受治疗 第一半女生讨论着被淘汰的库贝和蓝发女 路格也把钥匙卡被看到的事情告诉带头男 被踩中领袖和两人淘汰 让他们只剩下50点数 带头男知道一旦公布了考试结果 大家一定会互相推卸责任 自然带头男接受不了 他原以为能通过考试来让低班团结起来 没想到却沦落现在的局面 就在考试最后一天 各班的班主任让他们写下其他班的领袖 带头男自信满满 一直来没有头绪 带头男却满脸担心 就在要公布考试结果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引起大家的注意 此人竟然是龙元 光头男也过来和他道谢 原来就在考试第一天 光头男就和龙元结盟了 龙元把200点数让给A班 并把别班的领袖请报告诉光头男 为人谨慎的光头男觉得领袖的是口受无凭 要求看到钥匙卡的照片或食物 龙元的第二步就是把间谍男和蓝发女吊打一顿 好让他们两个间谍能骗得了别人 龙元把200点数的物资让给A班后就尽情享受 让西班其他人撤退后 他独自一人潜伏在岛上 重点是他和A班白发罗利也有勾结 以白发罗利为首的一人背叛光头男 不但误用据点让班级点数减少 还把A班领袖的名字告诉龙元 再来到考试第六天 蓝发女的相机坏了 只能让他偷走库北的钥匙卡当作证据 终于来到最后一天 西班班主任根据定位找到龙元 并让他写下每个班的领袖 西班但是猜中领袖和据点的分数就已经超过A班了 龙元信心满满的等待胜利 A班班主任开始公布成绩 最后一名是西班 0点数 第三名是A班 120点数 第二名是B班 140点数 而拿到第一名的就是D班 225点数 D班都不敢相信自己的额朵 其他班的人都懵圈了 带头男也松了一口气 在船上的库北也一脸不可置信 他们一上船就看到优贤享受的嘴炮男 面对火爆男的指责 他还是不要脸的说不舒服 在身后的路哥默默走掉 库北追上路哥要他做解释 另一边的白发罗利没有因为拿到第三名而惊讶 反而说一切都和他想的一样 他的随从正式告诉龙元情报的人 还丝毫不逼迹来到光头男面前看戏 光头男自然不是傻子 他也猜到眼前的男人和龙元有勾结 蓝发女找到龙元和他道歉 不过龙元没有责怪他 也猜到为什么西班是零分 因为他们没猜中低班的领袖 路哥说库北不是领袖 钥匙卡上的名字既然写着路哥 他在考试就快结束时换了领袖 规矩上有写如果没正当理由 就不能变更领袖 反过来说就是如果有正当理由就能换领袖 库北身体不舒服就是正当理由 这也是为什么龙元和光头男 没能猜中低班领袖 路哥先是把蓝发女的相机弄坏 算好库北身体极限的时机 并用网红女的电邮作为回报给吴庸南 先是故意给蓝发女看到钥匙卡 再让吴庸南故意弄脏库北 蓝发女就会趁机会偷走钥匙卡 营地里会发生火灾 也是路哥帮蓝发女制造机会逃走 好让他能去找龙元 路哥原本的计划是靠占领据点来得到点数 他猜到A班领袖是绿头男 也知道龙元留在岛上 他们见到龙元时 他的身旁有一台无线电 路哥也找到蓝发女藏在树下的无线电 只也代表龙元还在岛上 C班的领袖自然是龙元 从南克起 路哥就把策略换成了拆领袖 路哥没有调查B班的领袖 因为毁掉合作关系并没好处 加上B班本来就有间谍 就算路哥不出手 B班也会被拆中领袖 最后一切就和路哥计划那样 其他班都被拆中领袖 并失去奖励点数 库北不明白为什么路哥要帮忙 还想追问下去时就被其他人招伤了 路哥早就拜托带头男 让他把一切功劳归给库北 路哥再次摸摸周调 留下不知情的库北 自天找到路哥说果然还是讨厌库北 他问路哥如果要站在一边 会选择库北还是自己 路哥还是随便给了敷衍的答案 然后就非常刚好的收到班主人的信息 班主人非常满意路哥的计划 路哥让班主人说出男人要求他退学的事 班主人利用戴达洛斯和伊卡诺斯的故事 来描述路哥的事情 路哥这个儿子会飞想 不过是父亲叫他去飞罢了 并不是儿子本身想飞 请求让路哥退学的人真是他的父亲 还说总有一天 路哥会选择主动退学 路哥正想离开剧院 知道一切真相的库北早上来了 库北知道是路哥每次把他当作当剑牌 路哥淡定回应库北说过的那句需要同伴 库北还以为路哥是为了如此简单的一句话才帮他 库北收起过去的傲气 教授地承认路哥是他的同伴 还和路哥好好道谢 但在路哥眼里 他从来没有把库北当作同伴 包括志田和带头男 所有人类不过是道具罢了 过程无所谓 要牺牲什么都没关系 只要最后赢家是他就够了 以上便是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第一季的全部内容 路哥的父亲究竟是谁 又为何要让路哥退学 等待着他们的挑战优惠是什么 我是何一 和我一起走进动漫的世界